劉沛 大家好我是Kale 阿伏高達陰間對決開伏之後 有些玩家技術不夠,他們眼中周圍都是鯊魚大魚 有些玩家經歷過陸服的洗禮,他們眼中周圍都是好味魚 其實在這個陰間漁場,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魚存在 就等我逐一為大家介紹,不知道你又是哪一種呢? 首先要講的第一種魚就是行路魚 顧名思義就是連飛都不知道怎樣飛的魚 當牠們受驚的時候就會不斷向著同一個方向去step 由於這種魚處於幼苗的階段,所以食用的價值非常之低 在這裡建議以上的魚類,多些學習一下怎樣噴射去取消硬直 打到基本三連槍或者格鬥的年段再回來挑戰自己 第二種就是單向飛魚 這類魚雖然學會飛行,但手指的發育仍然未健全 所以遊戲最基本的年段進攻,手指繁複和快速的動作都未能完美協調 在開服階段,這類魚的數量特別多,尤其是有部分荷包 啊不是,是油脂特別濃厚,拿著一部滿星機被對面懂得玩的人放體 其肉質豐厚的程度可以跟拖羅比美 這類魚要進化,就需要多些在練習模式下熟練每一部機的連招 再在戰鬥上將手指的動作和思考的配合 嗯,Hallelujah 第三種魚就是舉盾魚 牠們很喜歡在打單你之後站在你旁邊,等你一起來就舉盾 這類魚是我最喜歡吃的魚之一,因為肉質鮮甜爽口 起身之後一下BD到牠後面,牠就中門大開任你魚肉,好吃 其實盾有很多的用法,其中一種就是在對面對槍的時候 自己武器的時候,可以先手舉個盾 等對面的子彈打你的盾的時候,再開槍取消盾的硬直落地 起碼有一半機會可以令你避免吃三連槍 第四種魚就是上到上將都會見到 牠的普遍程度就像街市的玩魚一樣,覺醒獸身大技魚 這一類魚永遠第一步被人擊落後 第二步一被人格鬥打中就會不受控制,覺醒獸身然後放大 所以吃得多這些魚的招數後,對面一覺醒就會立刻舉盾 因為不是怕牠的大技太快,而是怕突然間拿機,按個盾都會有delay 第五種就是長得比較大條的三文魚,肥美多枝容易吃 都是很普遍地見對面覺醒獸身就立刻開盾 但其實只要覺醒後,特意向前BD,牠的背部也會跟上術一樣露出破綻 這時候就是你放覺醒技的最好時機 而對我來說,只有對著紅渣元祖這類亂武覺醒技我才會開盾 因為壓服增強了這類覺醒技,即使對方出手後你才step都沒辦法斷開對方的誘導 換句話說,除非你預知牠會瘦身開大打你,所以你一打中牠就先走定 如果不是在埋身的距離下,除了盾擋你是無法迴避格鬥類覺醒技攻擊 第六種魚就是橫隔行路魚 這種魚和原地step的魚屬於同一科目品種 由於牠們發現原來格鬥中可以加入step,就可以不斷地一邊避一邊斬 在飛翼突擊優秀的橫隔性能下,更加被這些魚瘋狂濫用 部分嚴重上癮的魚更加會出現射擊武裝無法使用的幻覺 這類魚要食用的話需要小心處理 食用方法有兩種,第一種就是在牠快接近時舉盾,但需要注意時機 太早舉盾就會被橫隔繞到你身後面,太遲也會被隔中 另一種食法就是利用step再跳,簡稱step cancel的方法去拉開距離 或者升到牠頭頂,然後等牠落地再攻擊回牠 這個方法需要注意step cancel的次數,避免過度使用導致空槽 或者太慢導致被橫隔行路魚反咬一套 第七種魚就是起身魚 這類魚是橫隔行路魚的主要食糧 因為牠們永遠一旦起身就攻擊,結果就輪回食橫隔 這類魚要進化就要懂得利用起身時的王所保護 雖然只有大約兩秒時間,但在這兩秒的無敵時間可以讓你看清楚對方想怎樣 然後你再進行下一步的反擊或者迴避 只有確定對方有破綻的時候才會一起身就攻擊 第八種魚就是斜飛魚,又名黑冷鵰,本名是金線鵰 這一種魚肉質結實,雜性就是不斷無路斜飛開槍壓過來,所以就叫黑冷鵰 食用黑冷鵰,只需要在牠同方向下用橫隔招呼牠 如果你沒有橫隔,那就幫不了你,老老實實step cancel升上去避 或者頓檔反擊吧 最後第九種魚就是飛機魚 由於其肉質上乘和赤綠,起之刺都是同屬高級魚 亦都比較難遇上,這類魚只要出現在Wingling身上 當你見到這類魚變形的時候,你就會猜到牠之後想出什麼招 首先就是轉轉轉招招招招,招到沒有子彈就會出招射 招射完之後就會乖乖地落地給你吃 你比牠變形一百次,牠一百次都是這樣出招的 這類魚要脫離被食的命運,就不要過份濫用變形的武裝 懂得靠MS形態打立梅,將變形用作抽水或者逃命主要作用才會長大 假如你們不幸是上述的其中一種魚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你們在這個弱肉強食的身體下早日找回自我並且長大 因為遊戲就好像海洋生態一樣,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了 MING PAOóT